2013年1月至12月 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在立法会办公室 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小 主题是五四运动与中国 每集一小时在MyRadio播出 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 内容包括五四事件 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 大学祭奏 人物与思潮 103年前的五四运动 固然是北京学生 外国民主运动 也是疑风逆族的 中国新文化运动 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 兼容并爆的时代 港共政权教育当局 揣摩北京意志 最近已推动 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 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堂 配合中共的权统治 顺化劳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 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 配上中文字幕 九月一日起逢星期一四 晚上七点钟 在MyRadioYouTube频道播出 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 收听和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好 回来第三节 所以说到胡适这个简简单单的 就是说十个八个字 多研究舍问题 少谈舍主义 十二个字 但是这十二个字里面 它背后 或者它讲这十二个字的时候 它有一个理论的架构 不过它这个理论的架构 就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理论的架构 是吧? 胡适的看法其实很简单 他认为那个所谓文明的再造就是 那个文明不是很笼统地做出来的 不是说一有了马克思主义 就有了文明 是吧? 它是一点一滴地造成的 共产党提的所谓解放与改造 是吧? 譬如我要解放这个社会 我要改造你的思想 解放与改造 它不应该是一次过 它是一点一滴 第一步你要解决个别的问题 是吧? 而不是一开始就要 去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是吧? 所以是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理论 就可以解决了所有中国的问题呢? 胡适是十分怀疑的 其实胡适这种看法 多研究些问题 小谈设主义 我们都提过的 主要就是因为受这个杜威的影响 杜威在1919年的冬天 在北京大学演讲 这个是大家或者上网可以找一下 这些相关的资料 他总共是说了十六次 在这个十六次演讲里面 讲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 基本上他有一个理论的架构 就是他认为知识 是行动的一种形式 所以这个说法其实 当然也都有很多争论 知识是什么呢? 知识是行动的一种形式 他对这个所谓遗心论 或者遗物论 当然不止极端的遗心论和遗物论 他也是反对的 他认为社会的进化是基于历史的过程 是吧? 而用来解决问题的理论 在起源于事件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想起我当时教书呢 就是教新闻系 我也有教这个新闻学理论的 或者我也有教传播理论 或者教那些 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类似这些科目 在这个所谓新闻学的理论来讲 很明显 他是有了那个职业 有了那个专业 才可以有这个理论的出现 是吧? 是吧? 这个正正是杜威的实验主义 就是 为什么会有新闻学理论呢? 有传播学呢? 作为一种学呢? 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初 你新闻教育 你根本进不了大学的殿堂 很多地方 当时的米苏里 就是美国米苏里 有这个新闻学 其他那些名牌的大学 都没有新闻系的 没有传播系的 因为他当你这个 是有少少那个 所谓英文叫vocational training 大学是一个学术的殿堂 是吧? 那这些 就是比较近于职业教育的 或者专业教育的 你真的不要放在大学那里 做一个主要的科系 是吧? 当然法律 它历史远远流长 是吧? 它形成了一种学问 它又是有一些实验主义在那里的 当然再加一些政治哲学下去 是吧? 为什么普通法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法系 大陆法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和政治都有关的 是吧? 这个实验主义 或者这个实证主义就是说 杜威他认为知识 是行动的一种形式 他有批评和否定极端的唯物论和唯心论 他认为这个社会的进化 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来的 所有的解决问题的理论 它都是源于事件的本身 是吧? 就是等于我们教新闻系的时候 那它有些是理论 有些是实务的课程 实务课程是新闻写作 新闻编辑 那些是实务课程 那些很简单而已 你不用受过 不用拿什么博士学位的人都可以教的 你找在新闻工作里面 做了一段很长时间的人 那他都可以来教你新闻写作 新闻编辑 新闻采访 那这些是属于那个实务的课程 但是它又有一个理论架构 要传播学 新闻学 是吧? 什么叫做粤听人 什么叫做粤听人 叫做受众 然后传播的时候 又要经过 就是有一个传播过程是怎样呢? 譬如我以前有间公司 有三个M的 Media Message 和Man 整个传播行为 这三样东西 Media 就是个Message 即是攜带个Message 是吧? 媒介就是信息 Media is message 人 人可以发放信息 接收信息 这三个M 那这些理论 你还是要有那个实际的行动 或者实际的事件 实际这一样东西 然后再会有这种理论的出现 然后再发现 喂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他有些道德 哦 伦理哦 是不是? 伦理学 道德学 那跟这个新闻学 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就有新闻道德 有新闻伦理 跟着就发展到 这个所谓的新闻治律 是吧? 这些这样的 就是理论的课程 是吧? 那这个如果用道威那种说法就是 用来解决问题的理论 都是源于事件 都是起源于事件 是吧? 是不是? 生安八糟 整一套理论出来 是吧? 那你说马克思的理论 那都是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得出来的心得来的嘛 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 一个分配 特别是一个分配的问题 是不是? 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主张 是不是? 不必层次过高 那那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 他不是注重事件和实证 是吧? 或者维持一种实验的态度 是吧? 甚至乎 他应该将所有的所谓原则 都要当作一种假设 是吧? 所以 杜威或者胡锡之 他们的想法就是 或者他们的主张就是说 社会政治哲学 是偏重于实验 偏重于个别事件的研究 和社会的不断改进 就不像马克思所讲的 要先破坏 然后先建设 是吧?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社会科学 方法学上面的一个难题 当然 他们的看法就是说 他很反对那些所谓无所不包 一个理论架构就可以一下子 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这个他们都是不会同意的 所以教条主义 实际上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 反对这个八股 教条 是吧? 胡锡的著作里面 都讲了很多 其实作为一个自由思想 自由主义者 他基本上都是一定反对教条主义 这个必然的 是吧? 共产主义沦落到变成教条主义的时候 再加上他有一个政权的话 那这个危害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 就是说在上一世纪初 是吧? 胡锡 或者来中国 北大港学的杜威 其实他都看到这个问题的所在 究竟在哪里 当然他们当时是从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 那个角度出发的 那就是说 那个时期 对于那些所谓左派分子 或者大部分那些所谓新知识分子来说 他们就不是很 很难够接受 这个实验主义 或者杜威或者胡锡的那些警告 当时其实 就是很少有一些拥护社会主义 和其他主义的那些出名的知识分子 他是很武断地 全面地接受他们那些主义的 那其实 在那个社会 就是那个时代 我觉得就是 都相对是比较开放一点的 反而比现在还开放很奇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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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陈独秀 李大超 或者当时新知识分子 或者进步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 他们向往或者引进马克思主义 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架构 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的争论 但是当时胡锡和李大超 甚至陈独秀 其实他们有些看法都相同 我这儿必须要说实验主义 自由主义都是主义 而胡锡所说的所谓多研究些问题 小谈主义就不是说不谈主义 他认为你就算谈主义也好 有两个前提 第一就是不能将它变成教条 或者是一个铁律 第二呢 他是真的用来解决问题的 OK 就由一个问题本身出发 是吧 就不是一个空泛的理论 是吧 所以就算在这个观点上 双方的代表人物 其实他们也不会有太大的分歧 其实很多自由主义者本身 都是会对其他不同的思想 有一种对立的 是吧 都是强调自己那种是对的 是一种真理 是吧 李大超在1919年8月 这个就是五四运动之后 几个月 他就承认主义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上的工具 而陈独秀 在1920年的时候 他都认为 他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他说 与其高谈 无政府主义 社会主义 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 和解放的实际行动 但是这个陈独秀呢 在1920年9月说完这番话之后 事隔三个月 他又有另一个说法了 是吧 这个说法 就和李大超的说法 是比较相近的 他就说 正如行船 必须要定方向 社会改造 必须要接受主义的指导 是吧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所以他同时都认为 进步和社会改造 可能在短期里面 就可以一束即就的 要靠一点一滴 一件一层 渐渐地去解决问题 是吧 不断努力创造出来 那如果在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你陈独秀和胡适的看法 基本上就很相近的 是吧 那 其实到陈独秀的一生 去到最后呢 其实他都仍然是相信 就是这个空谈 理论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他说他自己一生人呢 都不是很喜欢 就是说谈论一些空泛的主义 这个也是 都是 后来他见到史太林 就是将这个马克思主义扭曲 甚至乎就是说 这个作为政治斗争 那么激烈 或者对那个二级 就是史太林对二级的打压 那么厉害 他到最后就归结 就不是史太林本身的错 就是整个主义 理论 共产主义本身的问题 是吧 所以我们在上一个 就是 系列的时候 讲到陈独秀 就是最后的见解的时候呢 他就将这个 法西斯 和共产主义呢 相提并论 在 1921年 这个曾经有一个 就是共产党的作家 这么说 他说 一切社会主义都指示暂时的真实 他们不能被当作永恒和绝对的真理 那都有一些人去反思这个问题的 甚至列宁 他都讲过究竟社会主义 是可不可以实现呢 他自己都没有答案的 是吧 那这些所谓的 左派的领袖 或者这些左派的思想家 啊 他们的观点 其实和自由主义者相差 都不远的 那但是 纯粹就学术的辩论 那就没问题了 是吧 那但是一去到 就是说 变成一个 就是某一种主义的坚定的信徒 是吧 那跟着呢 就如果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是吧 那你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坚定的信徒 那你就要去 和这个不同意见者 去斗争 是吧 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 那当然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时代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 还没有夺取到政权 但是 苏共 是吧 这个布尔什党已经成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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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者 统治集团的时代 然后 史太林 利用这一种 这样的理论 或者主义 去用来斗争异己 甚至乎 镇压 一些反对的声音 的时候 那大家就要思考一下 就是 胡適当时的那个说法 是吧 是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胡適说的那个多研究声问题 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实际的 是吗 就是 你用胡適这个多研究声问题来看今天香港 香港的政治人物就是去少研究问题 但是他又不懂谈主义 他没有主义的 就是 没有任何的理论建构 争取民主说来说去就是要拿西方那一套 是吧 普世价值 普及而平等的选举 是吧 就是 多研究声问题这个部分 是空白的 他们研究了些什么问题呢 所以 这六个字 多研究声问题 对香港这些政治团体来看 我觉得 他们真的应该去多研究声问题 对不对 就是少 不是少谈声主义 对不对 少做声表演 对不对 大家都是对着镜头来做人的了 对不对 搞什么都好 最重要是见报 电视有得播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都无可厚非 但是你在研究问题那方面 你是搞白卷的 下一次我们会说什么呢 就是说社会政治的激进主义 和文化的激进主义 但是这两种激进主义呢 是不相容的 当然现在讲的 也是五四运动 就是 之后那段时间 中国 那些新知识分子 和改革者 在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是吧 下一次我们就会讲这个 所谓社会政治激进主义 和文化激进主义的 那个对流 是吧 是不是 目标 是不是 是不是 什么 一点 和文化 潮来 这一棵 就是 因为 讃 血